云林斗六有一名无心男子 跟妻子感情不目 竟然开车冲撞 亲子经营的美法店 不但是撞毁了铁卷门 自己的手也受了伤 幸好当时美法店已经关门休息 才没有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骑楼下一台黑色轿车 突然倒车 差点撞上路过骑士 下一秒跟着暴冲 直接撞进美法店 驾驶没停车 而是继续踩油门 往店内推撞 驾驶发热痕这么一撞 折面铁门被撞凹 落地玻璃全裂 轿车卡在中间 动弹不得 冲撞事故发生在二三号晚间 云林斗六太平老街上 照吃了五十二岁五星男子 与妻子感情不目 疑似吵了架 一气之下 竟然开着车冲撞妻子经营的美法店 经常本建系家庭就会引起 发生当时屋内运务人员在场 动本所适应九厕 九厕十二岁 五星男子冲撞店面 一度受困车内 被救出时意识清楚 左手撕裂伤 幸好当时美法店已关门 没有造成更大伤害 虽然妻子目前不想追究丈夫责任 不过警方将调查 是否涉及公共围检罪 借过真意云林斗道